大家好 我們是第三組 那我們的產品是多功能電控表 然後這是我們的大綱 那我們針對的族群就是獨居老人 那接下來講一下影音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覺得說 除了人口老化這個問題之外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獨居老人也增加的問題 因為現在很多對人 那個夫妻都沒有生小孩 那他們老了之後可能 那個對方可能先過世了或是怎樣 他們就很容易造成一個獨居的狀況 但是他們的生活機能也沒有弱到說 需要請看護了照顧 那但是就是還是會有一些朋友 或者是家人會擔心他們自己個人住 會有什麼生理狀況上的突發問題 那所以我們就想設計一個 可以讓隨身攜帶的東西 來監控他們的生理健康 然後這是我們產品的構想圖 就是一支錶就是帶在他手上 然後就是其實完全不會影響 他任何生活習慣的問題 他只要帶著這支錶 那個他的生理就可以被監控 然後就是我們希望是採觸控的方式 就是灰色的地方都可以讓他觸控 就是減少一些按鈕不好按的問題 然後這個部分是就是我們在使用這個表的情況下 一定會有一些他必須要具備的能力 就是背景 那我們部分的話我是先切成三塊 私人機構 雲端平台跟資料的同步網 我們這個服務可能會是私人機構來經營 然後他是一個特定的集團 然後他會這個這個集團 會跟那個政府部門還有一些醫療體系做合作 然後他有一個雲端平台 雲端平台就是可以他們所有的資料都可以在上面互通 然後再來就是第三點是資料的同步網 他的資料隨時隨地同步更新非常快速 然後我們產品功能主要是分為這八項 好然後接下來介紹第一項功能 第一項功能就是最基本的生理監控 那我們希望監控到這三個指數 就是心跳及脈搏還有血壓以及血糖質 那這三個指數目前都有有辦法用表帶的方式 就接收到這些指數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合而為一變成這一支錶 那這可以依據他個人的需求 就調控他需要更新的頻率 比如說一小時一次或兩小時一次 然後再來就是他 我們希望這錶也有那個打卡功能 就是裝在他的家門口 他那個出門的時候跟進門的時候 都會做一次打卡的行為 那這個行為只是為了要監控說 他是不是有長期未出門 或者是長期未歸 未歸仔的那個活動 然後就是以防他可能在外面突然有一些 失智的症狀發生 他迷路沒有回來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GPS 就是如果發現他沒有歸仔迷路的話 那我們可以靠這個來找到他的位置 然後緊急的溫動及通訊設備 就是手錶內就會設一個給他按的按鈕 然後就是可以通知鄰近的檔位 或者是他預設的要通知哪一間醫院的電話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發出訊息給他的家人 然後裡面可以輸入他家人的電話 那他只要按那個家人的電話就可以撥通 我們不用撥他 然後再來是選舉就醫的紀錄跟BD資料 因為手錶本身其實很小 雖然晶片可以記錄的資料應該不少 但我們會以近期無比的為主 那其他主要的資料會是放在雲端上 然後再來就是他會有那個特定的權限 才可以去預覽手錶本身晶片你的資料 好比說可能醫生 就是他病人認可的醫生或什麼的 或是我們主要的管理人員 其實病人士管理人員也要有一定的 就是他們認可才可以使用 那基本上在使用這個服務時 就會先簽署一份同一條款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就醫之後 資料會馬上做更新 並上傳 然後雲端更新就醫資料 這個部分的話主要是中央資料處理 那就是我剛剛說的背景的部分 然後當然也會有負責處理手錶問題的一些客服 因為可能會手錶功能設定上 或是使用上可能他們不夠清楚什麼的 那再來就是他有一些社交功能 那他可能會有點像是 跟應該用過Skype 類似那種Line那種東西 但是他可能他不會以那種打字為主 而是可以用溝通的部分 因為年長者其實如果你要他撒字什麼 其實不太方便 再加上手錶其實大小不大 所以還是主要也是用溝通為主 然後再來就是他有那種NDS 系列插車的鍋系統就是可以增加 他們可以多結交一些朋友 然後互相瞭解 然後再來就是手錶的部分 他有本身有佩戴警示營銷 就是還有那個針 如果就是使用者未佩戴 他會提醒他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使用情境的模擬 就是我們針對三個情境 那目前就是前面兩個情境 一個是使用者本人 因為我們是針對獨居老人 那所以他就是這個表 可以幫助他自己 真正他自己的身體機能 不用再跑到醫院 特別去量血壓或血糖 那針對他的家屬 比如說沒有跟他住在一起的家屬 那就可以在那個其他地方 也可以知道 他目前的生理狀況 是不是很穩定的 然後也不用就是太長打電話 掏擾他 或者是那個花時間坐車來看他 那有突發狀況的時候 雲端中心也會提醒家屬 那第二個使用情境就是就醫 因為以假設說有一個人 他走在路上好了 那他可能忽然間病倒 那他馬上被送到就那個醫院去 那送醫的時候 醫生不可能這個時候還幫他量 就是一個一個找說 他現在是什麼病 因為這樣太緊急了 然後所以就靠這個表 表上的資料可以讓醫生 馬上取得他平常 可能就他這個使用者 他長年的那個疾病 然後就可以馬上對症下藥 但這部分的話也跟認證機制 就是安全性有些關係 那未來發展部分 未來發展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希望可延伸什麼對象 因為其實這個表 不會只局限在年長者 他很多功能 其實可以適用在各個年齡層 然後再來就是 使用實現的延長 我們是有在想 他有RFID的功能 然後跟晶片的感應 但是其實這些問題都會有點 都會有磁化失效問題 應該用過就是 捷運的也有卡的一些 可能用久了 其實他都會失效 那這個部分看未來科技 有沒有辦法提升 延長他的那個磁化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安全性 就是我剛剛說過 那個取得資料 是要有一定的認證機制 那我是後來有在想 要如何更加有安全性 我是有想過那個瞳孔辨識 因為如果是說書密碼什麼 其實會忘記 那就是看瞳孔辨識會是比較好 因為每個人的瞳孔不太一樣 然後再來是健康資料的整合 我們剛剛說過我們的背景是 私人機構 那跟各大醫院診所結合 那是希望說 如果全部各大醫院診所 都使用同一個平台 那這樣資料取得就都會一樣 比較不會有資料不一致的問題 那就先到這樣